据乌克兰RBCUA新闻网18日报道 乌克兰空军发布消息称 俄军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空袭 报道称 当地时间17日晚至18日凌晨 乌克兰多地发布防空警报 报道还称 尼古拉耶夫地区 奥德萨等乌克兰多个地区 当地时间17日晚至18日凌晨传出爆炸声 据乌克兰RBCUA新闻网17日报道 克里米亚大桥传出爆炸声 综合联塔新闻网 塔斯社等多家峨媒报道 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阿克湘诺夫17日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紧急事故 暂停通车 当地执法部门及相关机构正在开展工作 俄国家反恐委员会信息中心随后称 当地时间17日凌晨35分 两艘乌克兰水面无人艇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已造成二人死亡 一名未成年受伤 RBCUA新闻网援引乌国家安全局消息人士的话称 对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是乌克兰海军 和乌国家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 17日晚些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克里米亚大桥局势 召开视频会议 称所发生事件是基辅政权的又一次恐怖主义行为 并下令对克里米亚大桥遭袭击一事 展开具体调查 北京本期会议会议有限